好 弟兄姊妹 今天是希伯来利的2月19 那么2月18日 那么刚刚过去了 这个苏俄美尔的一个分水礼 苏俄美尔的第三十三天 Lag Ba Omer 这个星期的这个Paraşa叫Omer Omer 说话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 这个题目叫什么 这个题目叫将来世界是如何的一种生命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有一些炼光 那么给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边 有这么一节进入 《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 法利塞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也所能看见 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 看啊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 那么这节经文值得研究 首先什么叫神的国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西伯来文 叫Mauhut Elohim 神的国 那么神的国又叫天国 那么西伯来文叫Mauhut Shammai 所有这些术语都是同一个意思 但同时也可以把它叫做Olan Haba 将来世界 什么叫将来世界 这个将来世界Olan Haba 总是和另外一个世界叫Olan Habe 是一个呼应的关系 Olan Haba应该叫这个世界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现在世界 应该叫这个世界 那么Olan Haba呢 是将要来的世界 那么其实这个语法应该叫 因为这个语法应该叫 已经来了的世界 如果是正确的西伯来文的语法 应该叫已经来了的世界 那么这两个术语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Torah 这个学习Kabala 经常接触到 这是一个拉比的标准术语 那么这个术语 其实也出现在新约圣经里边 那么耶稣基督也提到了这个术语 那么这个术语出现在马太福音 十二章三十二节里边 有这么一节经文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 总不得赦免 那么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今世 什么叫来世 这中文的翻译 那么这个概念 是希伯来文的 欧兰哈瑞 今天的这个世界 现在的这个世界 叫欧兰哈瑞 来世 叫欧兰哈巴 将来的世界 对吧 所以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拉比的专利 那么耶稣基督 也使用了这个术语 只不过一般人看不懂而已 对吧 看不懂什么意思 不知道 那么这个概念 现在这个卡巴拉里边 在这个卡巴拉里边 在拉比传统里边 是一个最经典的概念 两个世界 神创造了两个世界 具体是用自己的名字 那么神的名字叫 所以说这个拉比的传统告诉我们 神用他的字母 创造了现在世界 用他的第一个字母 创造了将来世界 两个世界 是神的名字 那么这个以前 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现在世界 是六千年 那么对应的是六天的做工 接下来是一千年的千禧年 对应的是第七日的安息日 那么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一个阶段 是将来世界 对应的是第八天 新天新地 那么这个概念我们都不陌生 大家也比较清楚 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是 将来世界 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的状态 生命如何的存在 人有没有身体 为什么说将来世界 在人的心里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 来探讨学习的话题 首先 什么叫生命 什么叫生命 那么生命的 最简单的表述 是存在 存在 对不对 比方说 人生的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是死亡 对吧 每一个人最大的焦虑 最大的恐惧 是死亡 什么叫死亡 死亡 就是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就不存在 对吧 所以说人最大的焦虑 是害怕自己不存在 对不对 最害怕的 所以说 人活着 就是体验生命 那人怎么样去体验生命 是用你的手 用你的脚 用你的嘴巴 用你的头脑 还是怎么样去经历 体验 那么其实 人体验生命 是通过人的意识 什么叫意识 意识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自己活着 对不对 那么 人的知识 就是人的意识 人的意识 就是人的知识 但人的知识 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层面 或者说两种知识 一种是属灵的知识 一种是属世的知识 什么叫属灵的知识 非物质的知识 是属灵的 什么叫属世的知识 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知识 的意识 的感知 是属世界的 属物质 当我们说属世界 那么针对着是物质的世界 physical world 那么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 怎么样去体验生命 怎么样去感知 怎么样去体验 是通过人的五观 five senses 对吧 五种感触 对吧 具体什么 眼睛 可以看见 耳朵 可以听见 鼻子 可以闻到 气味 对吧 如果是食物 你用舌头 可以去尝味道 那么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手去摸到 对吧 所以说人 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边 他能够感到自己活着 是因为他有这些感触 对不对 而这些感触 是通过人的身体去完成的 对不对 所有这些都是身体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五种感官的感触 难道只能够通过身体才能完成吗 当然 当然不是 对吧 最简单的一种经历是什么 是人的梦 对吧 你在梦里边 你可以看见 你可以听见 你可以闻到气味 可以尝到味道 你甚至可以用手去摸 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在休息 你的眼睛是闭上的 你的耳朵也没有派上用场 你的鼻子 你的嘴巴 你的手等等等等 都在休息 那你说这些身体的 这些 这些器官 在休息 那你的这个体验 你的意识的体验从哪里来的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 这个相当简单的逻辑推理 身体 在人感知和意识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必须的 这个身体不但不是必须的 甚至还有点障碍 给你加了一个屏障 一个屏蔽 对不对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身体 或许你的感触会更加的深切 对吧 所以说身体其实并不是一个人 感触的一个必须品 身体其实 是关闭人的意识 你说 你说这句话有什么依据 那么我们可以从西伯来文里边 找到依据 对吧 这个西伯来文 是神创造天地的 圣言 对吧 所有的奥秘 都可以通过西伯来文 去学习 去解开 那么身体的西伯来文叫Goof 那么Goof 它有身体的意思 它同时也有一个 关闭的意思 那么这个经文在哪里 在尼西米苏 第七章 第三节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节经文 我吩咐他们说 等到太阳上升 才可开耶路撒冷的门 人 上看守的时候 就要关门 那么这个地方的关门 西伯来文叫 Yagifu Hadnasos Hadnasos是门的意思 而关 Yagifu 就是Goof 身体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你当然不能把它翻译成身体 你只能把它翻译为 关门 关闭 身体 和关闭 有什么关系 一般人看不出来关系 对吧 你在任何的外邦语言里边 你不可能找到这个联系的 那么只有神的圣言 西伯来文 才把这些奥秘 给我们隐藏起来 身体的真正的功用 是关闭 门 关你的门 你的意识的门 对吧 人的灵魂因为身体的关闭 而不能够得着真切的体验 所以说 人在将来世界里边 不需要身体 但是不需要身体 并不意味着 不能有身体 也就是说可以有身体 但是不是必须的 那么最简单的 依据是什么 按照拉比传统 如果亚当夏娃 没有犯罪 那么他们会在当天 就创造的第六天 黄昏的时候 黄昏 安息日来临 他们会直接进入将来世界 什么意思 他们当时是有身体的 尽管是属灵的身体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 神的设计 是让人通过身体 进入将来世界 也就是说 你并不需要通过死亡 是吧 我们一般的人认为 哇 一定要通过死亡 不一定 神的原计划 可以直接通过身体 进入将来世界 这就意味着 人在将来世界里边 有身体 尽管身体不是必须的 但是 人仍然会有身体 那么身体存在的目的 是什么 因为它的功用 比方说 吃饭 对吧 举个例子 这个也是 这个土砂里边的一个概念 我们知道 有三个天使 访问 亚伯拉罕 那么天使是没有身体的 但是亚伯拉罕 却看见了三个身体 天使是不需要吃饭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不能吃饭 对吧 所以说亚伯拉罕 给三位天使 预备了美味佳肴 而且天使也当作 亚伯拉罕的面 把它给吃 对吧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他有了属灵的身体 他也不需要吃饭 但并不意味着 他不能吃饭 对吧 所以说他故意在门徒面前 吃了一条鱼 对不对 还有一个比方说 他复活以后的身体 应该是完全的完美 不应该有任何伤痕 对不对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不能够有伤痕 他可以有伤痕 对吧 所以说他把自己的伤痕 给他的门徒看 也就是说身体 就是说复活以后也好 进入将来世界以后也好 这个身体并不是必须的 但是为了各种目的 那么身体可以继续的发挥 它的功用 所以说生命的存在 它是不需要身体的 为什么 因为身体 它并不是生命的本质 那么生命的本质 是因为 它的源头 来自于神 对吧 我们知道 神的名字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名字 叫Yud Hey Vav Hey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 耶和华 那么这个名字 有很多意思 所有的奥秘都在这个名字里边 但最简单的一个理解 对吧 叫什么 叫 Haya Haya Howe Eye Haya 它过去 是 Howe 它现在是 Eye 它将来 是 对吧 过去 现在 将来 那么这四个字母 是最简单的意思 但还有一个意思 意思很多 如果你把这四个字母 重新排列组合 仍然 是这四个字母 重新排列组合成什么 Hey Vav Yud Hey 它有发音 叫什么 叫 Havaya Havaya 在西伯来文里边 有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叫 存在 中文把它翻译成 叫存在 英文如果要翻译的话 叫 Being 存在 代表一种 存在的状态 对吧 所以说 存在的西伯来文 Havaya 是耶和华的四个字母 重新排列组合 为什么 因为存在 就是神 神 是终极的存在 是生命的源头 人 存在 并不是因为身体 也并不是因为灵魂 而是因为人 来自于神 因为神 是存在 那人 当然 也是存在 对吧 所以说存在 永生 不需要身体 对吧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 不能有身体 那么在将来世界里边 仍然 有身体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提到 第二个问题 如果身体 如果身体 不是生命存在的 必须的要素 那神为什么 要给人身体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分享 身体的功用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存在的概念 存在 它的最本质的意思 是一种 静态 神的存在 神是存在的源头 因为神 是不改变的 马拉基书 第三章 第六节 因为我是耶和华 我是不改变的 而你们 雅各的种子 才没有灭亡 那么 神是不改变的 但是现在世界 它的主旋律 就是改变 对吧 所以说有一种说法 唯一不变的是改变本身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主旋律 我们的现在世界 对吧 现在世界里边 唯一不变的是改变本身 意思就是说它要改变 改变 是现在世界的 一个特点 那么改变 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而改变 是属于人的一个范畴 对吧 神是不改变的 人 却要改变 那么人为什么要改变 人通过改变 可以提升自己的灵魂 那么这就是身体的真正的功用 是为了帮助人改变 帮助人提升自己的灵魂 人为什么需要改变 对吧 人需要改变 首先是因为人意识到了自己有欠缺 对吧 神不改变是因为神不欠缺 神是完全的 那么人不完全 有欠缺 那么有了欠缺 你就会有需求 对吧 比方说你发现自己没有钱 那叫欠缺 怎么样 你又需要钱 你发现自己 这个肚子饿了 对不对 叫欠缺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食物 对不对 因为需求就有了欲望 因为欲望就有了动力 因为动力才有身体的行动 当行动完成以后 人会获得满足感 人会获得满足感 那么这就是快乐 那么身体行动的阻力越大 他满足欲望以后获得的快乐 也就越大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设计 这是神的一个设计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 一环扣一环 对吧 所以说从人 从意识到自己有欠缺 开始 到最后满足欠缺以后 会产生快乐 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是一个获取的过程 这是一个获取的过程 那么欠缺的话有两种 人的欠缺有两种 属灵的欠缺和属世的欠缺 属灵的欠缺满足以后 可以成为存在的一部分 而属世的欠缺在满足以后 不能够成为存在的一部分 对吧 举个例子 神的知识 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 就欠缺 就欠缺 神的知识 不认识神 对吧 这叫属灵的欠缺 那么这个欠缺 就有了需求 认识神的欲望 就有了学习的动力 对不对 那么人通过学习圣经 通过学习土耳阿 可以获得神的知识 来填补这个欠缺 那么每次获取来自于神的信息 知识会给人一种极大的快乐 那么这个快乐以后 这个知识就会沉淀下来 成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说属灵的欠缺 满足以后 会成为人存在的一部分 那么反过来 属世的欠缺 比方说 所谓的属世的欠缺 就是物质的欠缺 比方说你的肚子饿了 要吃饭 渴了 你要喝水 对吧 你觉得自己缺钱 你要去挣钱 对吧 你要去追求荣耀 追求地位 名誉 身份 财产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属物质的 那么这些欠缺 它的满足是一个战死的 比方说你吃饭 你早晨肚子饿了以后 你吃饱饭以后 中午又饿了 你说我早晨不刚刚吃了吗 怎么中午又饿了 对吧 喝水也是一样的 那么金钱也是一样的 对吧 很多人说 如果我有100万 我就满足了 你真的有100万 你看到了200万 你说200万我就满足了 你到了200万 你想的是500万 你有了500万 你想的是1000万 人是不可能满足的金钱 荣誉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说如果我成为我们 这个公司的这个技术专家 我就满足了 你真的成了技术专家 也不满足 对吧 你会发现还有比你更高的 或者说你说 我如果成了我们部门经理 我就满足了 你真的成了部门经理 你仍然不满足 你要成为你们公司的经理 对吧 所以说所有这些人 是不可能满足的 即使得到了满足 是暂时的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 它满足以后 它不能够成为人 存在的一部分 对吧 你说你我不管你 这辈子吃了多少 三针海味 你死了以后 那些三针海味 能够成为你的一部分 不可能 对吧 我不管你这辈子 别人怎么样 这个称你为什么 专家教授 拉比 牧师 对吧 所有的 所有这些头衔给你 你死了以后 这些头衔 也带不走 对吧 所有你在这个物质的世界 获取的 这些属世的荣耀 在你死的时候 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你所有属世的获取 其实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 好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 我们继续分享 大家休息好了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 那么人的获取 有两种 属灵的和属世的 所有属世的获取 那么其实 都是虚空 所以说亚当夏娃 他们生的第一对双子 叫亚伯 和该隐 亚伯的西伯来文 叫哈威尔 那么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虚空 而该隐 咖隐 他的意思 是获取 所以说 这个所罗门最有智慧的人 在他的传道书 看一篇说 哈威尔 哈威尔 哈威尼 阿玛 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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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哈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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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的虚空 凡事 都是虚空 为什么 因为获取 该隐 有两种 属世的 和属灵的 如果人的精力是放在获取 属世的 这个一切 那么这些获取 他最后不能够成为人存在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说 那么当然是虚空 那么除非 你的获取 是获取属灵的东西 那么这种获取 它能够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那么怎么样通过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属灵的获取 那么这个奥秘就是通过 Torah 和诫命 这就是Torah 诫命的奥秘 神为什么要给出诫命 对吧 神给出诫命是什么目的 你很多时候要想这个问题 对吧 神为什么要给出诫命 这个估计我们都没有想过 那么神给出诫命的真正的目的 是让人 获取属灵的 生命 产业 对吧 而行出神的诫命 对吧 你不管是行诫命也好 学习Torah也好 你只能通过身体 对吧 这 就是身体的真正的功用 对吧 是为了帮助灵魂 获取将来世界的生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 下面一节经文的意思 立位纪 十八章 第五节 你们要遵守我的律力 我的点赞 因为 如果你去做 你去将他们行出来 那么人 就会活着 在他们里面 因为 阿尼阿尔奈 我是耶和华 那么这节经文很奇怪 如果你去把它行出来 如果人把它行出来 你就会活在他们里边 活在诫命的里边 这什么意思 对不对 什么意思 那其实 这个地方讲的是将来世界的生命 如果你去行出神的诫命 你就会因为这些诫命 得生命 将来世界的生命才叫活着 对吧 所以说 人在将来世界的生命 是因为现在世界的诫命 那你说 OK 那么这个好像叫行律法 对吧 这个不是保罗批评的一个行为吗 对吧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行律法 英文把它翻译成叫Works of the law 西伯来文叫 你说保罗不是花了那么多的篇章 去批评行律法吗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 我们没有吃准 不错 保罗反对的是行律法 我告诉你 所有的拉比都反对行律法 开玩笑 拉比也反对行律法 对了 因为行律法的关键点 在于你的动机 你行律法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你的动机给搞错了 你行律法是白行 甚至是受咒诅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行律法的动机是为了得救 那么这是保罗批评的 对不对 因为你的动机不存 得救是一种功利的动机 对吧 或者还有其他的动机 比方说我行律法的目的是为了 身体健康 对吧 你说啊 这个律法说不要吃猪肉 吃牛肉 吃羊肉 这个羊肉 牛肉吃得很对身体健康 吃猪肉里边有这个寄生虫 不健康 那么这个动机也完蛋了 对吧 这动机也是不存的 对吧 你说啊 我行律法 因为这个律法总是好 对不对 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艺人 那么这个又完蛋了 你这个动机又不存 所有这一切的动机都是自我 对吧 所有这些 行律法的动机 都是应该受咒诅的 那么行律法的真正的动机 那么在拉比传统里边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Nishima Nishima就是为了他的名字 那么这个他是一个阴性的他 那么当然指的是Tora 就是说你行出这个律法 行出Tora 是为了Tora的名字 那么这是学习Tora 行出律法的正确的动机 对吧 所以说保罗反对的 是行律法为了得救 那么你如果为了得救 行律法 当然是应该咒诅 对吧 因为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得救 你当然不会行律法 对不对 如果你已经得救了 你还要去通过行律法得救 那是一个矛盾 对不对 所以说你当然应该受咒诅 这是一种功利心 对吧 这是保罗批评的关键点 在于行律法的动机 所以说这个拉比特专门的术语 叫Nishima 为了他的名字 学习Tora和行出诫命 有两种不同的动机 一种是为了功利 那比方说 按照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很多理解 为了得救 很多时候说 你没有行律法 你不遵守律法 你不能得救 对吧 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这个行律法和得救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这是保罗一直希望能够澄清的问题 这个拉比也是这样认为的 没有任何人会认为 这个得救是因为行律法 这是一种功利的动机 对吧 还有一种是为了传统 你说比方说很多犹太人 你为什么要行律法 按我们犹太人 这个是传统 那也完蛋了 对吧 有的人是为了得人的荣耀 哇 你为什么行律法呢 啊 因为我这样的话 别人会把我高高 这个台上 台举起来 啊 就是称我为大拉比 对不对 哇 一代圣人 一代伟人 等等等等 为了得人的荣耀 那么所有这些动机 都是一种功利心 真正符合神的旨意 学习托拉 行出诫命 是为了托拉和诫命 本身 这个叫 为什么我要学习托拉 为什么我要行出神的诫命 因为 这是神的旨意 对不对 因为这神的旨意 没有其他任何动机 因为我这样行出来 就是成全神的旨意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功利心 那么这才叫真正的学习托拉 行出诫命 那么你如此学习托拉 如此去行出诫命 那么这些托拉的知识和诫命 就会成为你存在的一部分 会成为你将来世界的生命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就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 对吧 这个人的生命高低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学习托拉 行出诫命的难以的程度 也是不一样的 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起点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神会爱 会针对每个人量体财医 达到提升人灵魂的目的 按照你的生命的高度 给你设计出来挑战和难度 反正于计划 学习托拉和行出诫命 必须要感到有难度 所以说你的生命的不断的提高 神会不断的加强你的难度 那么这样的话 你学得托拉的知识和行出的诫命 才会成为你将来生命的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解开 另外一节经文 也是马太福音 大家也一直看不懂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有这么一节经文 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道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猜浅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富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 思喜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边最小的 比他还大 从思喜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作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 到约翰为止 好什么意思 那么这几经文大家觉得很难 首先 什么叫做风吹动的芦苇 那么这很显然是代表最卑微 最无助的社会最低层的人士 对不对 连风都会把它吹动的芦苇 那么与之相对的是 穿细软衣服的代表最高贵的 最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耶稣要提到两类人 这两类人其实都是思喜约翰 都是思喜约翰 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风吹动的芦苇 是思喜约翰 因为思喜约翰 他没有成家 没有财产 对不对 以旷野为家 一年四季就一件衣服 骆驼毛衣 对吧 你说至少还是纯毛的 就一年四季都穿一件 一天到晚就吃蝗虫和蜂蜜 你说这个东西吃多了 也会吃烦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乞丐 对吧 乞丐的话 那偶尔可能碰上有钱人 这个吃不完的剩菜剩饭 估计也是可以饱餐一顿 这个思喜约翰 一年四季就吃蝗虫和蜂蜜 对吧 所以说 他是风吹的芦苇 但同时 因为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 所以说 他也是住在王宫里边 穿细软衣服的贵宾 那么接下来 为什么说凡富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思喜约翰 你说开玩笑 难道思喜约翰不是富人所生的吗 对吧 他自己大过自己吗 对吧 那么为什么他如果那么大的话 那为什么天国里边最小的也比他大 那么要解开 这是个矛盾 对吧 这是一个悖论 这是个paradox 那么 要解开这个谜底 其实只有一个答案 思喜约翰 他不是人 他是天使 为什么 神造人 比天使 略小 这个是有经文的 对吧 所以说 最卑微的天使 高过 最高贵的人 所有的先知都是人 对不对 连摩西最大的先知 他也是人 就是富人所生的 对不对 所以说 一个最卑微的天使 都会高过 最伟大的人 对吧 所以说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 思喜约翰 高过所有的先知 但反过来 这个天使 他没有自由意志 他的灵魂 没有提升的潜力 对不对 他没有潜力 所以说 最卑微的人 他也高过 最高贵的天使 你再高贵的天使 你不可能提升 你的灵魂 你不可能提升 你的本位 神怎么样 造你在哪个层面 哪个层次 你就永永远远 在那个层面 在那个层次 你不可能上升 也不可能下降 唯有人 就有这个潜能 人可以提高自己 也可以堕落自己 唯有人可以改变 对吧 所以说 你即使是一个 最卑微的人 天国里边 最小的人 那么你如果能 进入天国 你估计也是不错的了 对吧 这说明你的灵魂 被提升了 那么你也高过 最高贵的天使 对吧 按照拉比传统 以利亚是天使 那么圣经记载了两个人 直接升天 一个是以洛 一个是以利亚 那么在拉比传统 卡巴拉传统里边 认为以洛 是天使掌 Metatron Metatron 我们知道是 改造界的天使掌 而以利亚 是天使掌 三道坊 那么三道坊 是行动界的天使掌 所以说是最低的天使掌 对吧 那么这个Metatron 和三道坊 这两个天使掌 是配对的 是双子 所以以洛和以利亚 也是配对的 对吧 所以他们是圣经里边 唯一的两个 被直接升天的 因为他们 本是天使 那么按照耶稣的启示 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 所以说施洗约翰 是天使掌 三道坊 天使没有自由意志 所以说天使没有引诱 没有引诱 也就没有动力 对吧 就没有努力 也就没有赏赐 对吧 所以说 施洗约翰 他不是新娘 他是新郎的朋友 在约翰福音里边 不说得很清楚吗 他不是新娘 人是新娘 天使不是新娘 天使是新郎的朋友 所以说 你再高贵的天使 再大的天使 你在天国里边 你连最小的人还不如 对不对 但在现在世界 你最高贵的人 还不如一个最卑微的天使 但在将来世界 最卑微的人 高过最高贵的天使 这个意思 所以说天使和人的本质的区别 是静态和动态的关系 天使是代表静态 人是动态 天使没有成长的潜能 人有成长的潜能 所以说 拉比传统解经告诉我们 天使属于战力 而人属于行走 战力 代表没有成长的潜能 战力的意思就是不动 而行走是改变 所以说 是有成长的潜能 这就是下面一节经文里边的奥秘 撒加利亚书里边有这么一节经文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コアマーアドナイツイヴァオイス 你若遵行我的道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语 在这些站立的中间 好那么这节经文的话 后面前面比较简单 然后面的一节经文 根本就看不懂 什么叫做我会给你行走 在那些站立的中间 一个是站立一个是行走 那么那比怎么解经 那比说这是人将来 进入了将来世界的一种状况 天使是站立 意味着天使是处于静态 他不动 人即使进入了将来世界 也会行走 还有这个行走 这个叫做 和哈拉哈是同一个词根 我们就这样给大家说哈拉哈 哈拉哈就是行出律法 叫行走 同一个词根 所谓的行走就是行出诫命 只有人才可以行出诫命 这个天使不可能的 所以说行出神的诫命 是提升生命的关键 那么神为了能够提升人 会设计出 人行出诫命的各种阻力 对吧 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不同的人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阻力是不一样的 但是阻力的目的 对吧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阻力 把它称为叫试探 对吧 离杀用 一样的 他的目的不是让你不行出律法 行出诫命 而是让你通过克服了阻力以后 得着行出诫命后的喜乐 对吧 那么阻力越大 你克服了阻力 行出诫命以后 你的喜乐会越大 就好像你 这个在学习一个Torah 一个圣经的一个难题一样 一个经文的难度越大 你终于有一天 把这个经文把它解开了以后 你获取的喜乐 就越大 一个道理 对不对 一个简简单单的经文 你看明白了 你当然没有任何喜乐 但是一个相当难的经文 你把它突然有一天 对吧 你的眼睛打开了 你明白了这个经文的意思 怎么样 你会有极大的喜乐 对吧 所以说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行出诫命 需要努力 需要克服阻力 需要克服阻力 对吧 那么什么叫做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得着了什么 得着了将来世界的生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天国在你的心中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Torah和戒命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 对吧 他的目的是让人预备自己在将来世界的生命 对吧 天国是努力进的 那么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那么人怎么样才能够努力得着这个生命呢 对吧 很多人努力了 这个一辈子都没有得着 对吧 怎么样才能得着 那么这就是耶稣给出的答案 天国在你心中 什么意思 神的Torah 要成为人自己的Torah 神的诫命 要成为人自己的诫命 那么这个奥秘 那么隐藏在下面的经文 诗篇 第一章 第二节 Torah 在他的Torah里 他日夜 冥想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翻译 对吧 纯字面翻译 好 那么这节经文里边出现了两次在Torah里边 但是这两次有一个区别 第一次出现 叫 Besodras Adonai 在耶和华的Torah里 什么意思 这是学习Torah的初级层面 对吧 人希望通过这个神的Torah 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学习Torah的一个层面 对吧 想明白 啊 什么意思 对不对 各种解经 各种分享 喜欢听讲道 等等等等 这是初级 在耶和华的Torah里边 是一个初级的层面 因为Torah 还没有成为你的一部分 因为你仍然在耶和华的Torah里 那么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层面 就是第二个这个这个这个表达方式 叫 Besodraso 在他的Torah里 那么这个地方那比解经 什么叫做在他的Torah里 这是人的Torah 在这是学习Torah的人的Torah 所以说叫他的Torah 你人的学习已经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 神的Torah 已经变成了人自己的Torah 此时此刻的Torah 就成了人存在的一部分 他不再是神的Torah了 成了人自己的Torah 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这是他操劳的果子 他努力得着的生命 因为他昼夜冥想 他每天都在思考 每天都在想 那么这个Torah就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说 在耶和华的Torah里边 代表学习律法的字句 你看这个Torah经文怎么样的 这个战战兢兢 很多人学习这个Torah战战兢兢 引用经文 真的害怕把这个经文给引错了 各种版本查考 哇呀不得了 这叫学习律法的字句 害怕犯错误 对不对 胆战兢兢的学习 那么当他把Torah学通了以后 他就明白了Torah的经义 而不是Torah的字句 律法的经义 而不是律法的字句 当他获得了律法的经义 Torah就成了他的Torah Torah就不再停留在石板上 而写在了他的心板上 对吧 所以说如果我们考察数字的话 在耶和华的Torah里边 Besodras Adonai 他的数字等于1034 在他的Torah里 Besodraso的数字 1014 两个数字相加等于2048 平均数1024 正好是心的数字 32个平方 Lev 心 对吧 这是什么Torah 最后要写在人的心上 律法要写在心上 律法 Torah 诫命 成了人的第二天性 如果你到了这个层面 那么你行出Torah 行出律法就很自然 自然而然的 不再经历各种挑战和阻拦 Torah就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对吧 那么这其实 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步 这就是行出诫命的奇妙功效 Torah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对不对 你要将抽象的概念 变成现实 你唯一的途径 是具体将它行出来 它才能成为你的一部分 对吧 打个比方 比方说 你可以把一个菜谱阅读一千遍 对吧 所谓的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你把这个菜谱读一千遍 你把它倒背如流 但如果你不玩起你的衣袖 你到厨房里边去把这个菜给我做出来 你仍然不知道怎么样做菜 你仍然停留在律法的字句上 但如果你下厨房 把这个菜给做一次 那么大厨的菜谱 就成了你的菜谱 你把神的诫命行出来以后 耶和华的Torah 就成了你的Torah 对吧 这个生活当中太多的案例了 对吧 比方说你在工作当中 各种这个公司的程序 操作 工作流程 你去背那些条条款款 背一个月也没用 你仍然会忘掉 但是你具体把它行出来以后 你有了经验了 你就不用去看那些条条款款了 你们公司的这个工作的流程 就成了你的流程 对不对 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那么Torah和诫命也是一样的 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行诫命 他的真正的目的 是让Torah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说纳比怎么说 诫命的赏赐是诫命 什么意思 行出诫命的赏赐就是诫命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行诫命是 你是骂 他就已经进入了将来世界 他只是不知道而已 对吧 他什么时候知道 当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对吧 所以说纳比怎么说 他说不是一人 在将来世界里 而是将来世界 在一人里 对吧 因为当你这个学习Torah 生命就是现在世界行出的诫命 所以说保罗在加勒泰书 三章十二节说 行这些律法的就必因此活着 看到没有 因为行出这些律法的将来世界 就在他们的生命里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天国在你们的心里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后一个概念 叫将来世界的生命 将来世界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我们知道存在是不变的 而获取是添加增加 是代表不断改变的状态 那么人在将来世界里面将来究竟是属于一种不变的状态呢 还是属于不断改变的状态 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 生命的节奏是动静交替 静是云术 动是加速 静是知足常乐 而动是自强不息 所以说都有 静是雅阁在帐篷里面学习土啊 而动是以少在田一里面行出诫命 那么静代表存在 而动代表获得获取 那么现在世界的生命在于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那么有运动就意味着有静止 所以说这个生命是静态和动态的交替 那么将来世界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个 相当有名的一个拉比叫拉比 这个伊利亚和德斯尔 他说 他说将来世界的生命 和现在世界的生命是一样的 也是静和动的交替 一样的 比方说在现在世界里边 我们怎么样获得知识 我们获得知识的第一步 是理智成的学习 对吧 我们先用大脑去学习 但是学习仍然是抽象的 接下来怎么样 你通过身体的行为把它行出来 你通过这个行为 行动 对不对 就把诫命律法写在心上 对吧 神的托拉就成了你自己的托拉 那么这是第一个 静动交替的周期 那么这个周期并没有完 你还有下面一个周期 第二个周期就开始了 你重新再次的学习 写在心里的托拉 那么这个时候 通过第二个周期的学习 将你的知识又提高到了一个层次 那么你再通过你的行为 将它写在心上 完成第二个周期 但这个周期并没有完结 对吧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 不断的一种螺旋式的提升 对吧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我们以色列渔民 2010年就开始学习托拉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们学习托拉的知识 和现在的知识 是不是一个层面上 对不对 我们每年都在学习 不同的话题 相同的话题 每年的知识 其实都在提升 是一种螺旋式的提升 周而复始 没有终止 对吧 是一种螺旋式的提升 那么所以说 这个拉比这么说 现在世界 你一刻的悔改和好行为 超过将来世界的永生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现在世界 人才可以通过行出 借命 去改变自己 去提高自己 对吧 去不断的获取知识 成螺旋式的提升 自己的意识 自己的灵魂 对吧 所以说拉比 这个还有一种说法 这是唐木德里边说 说艺人 坐在将来世界里享受 是黑纳的荣耀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人进入将来世界以后 仍然可以体验到知识的螺旋式的上升 一次一次的经历 获取知识的快乐 这并不是禁止的体验 因为他会意识到 尽管自己先前为此付出了努力 看到没有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但其实他 他曾经付出的努力 根本就不配 神给他这么大的喜乐 他会感到自己不配 因此产生感恩的心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配 他才能够体验到 神没有止尽的爱 他感恩的心会因此 随着喜乐的加剧 不断的增长 直到他进入另外一个 亡我的高度 开始下一个螺旋式的喜乐周期 所以说人在将来世界里边 这个喜乐 它不是一种禁止的 而是一种动态的 好像螺旋一样 一层一层的上升 所以说经文告诉我 我们说谦卑自己的必备抬高 那么我们的意识 从螺旋式的周期性上升 就是将来世界的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有两个面 它第一个面是存在 这是一个基准 但存在是静态的 它的另外一个面 是获取 获取 是螺旋式的意识的提升 不断的让人经历新鲜感 那么如果我们考察数字的话 存在的西伯来文 叫Hawaiya 数字26 获取 Konei 对吧 获取 Konei 它的数字是161 那么两个概念的数字 之和等于187 正好是将来世界的生命的数字 Hawaiya Hawlam Hawba 187 187的终点数是94 187加一除一二等于94 94正好是那身体的数字 Hawuf 为什么 因为人获取将来世界的生命 只能通过现在世界的身体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将来世界的生命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么十分钟以后给大家 自由提问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 来给大家回答 自由问答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主日和安息日有冲突吗 好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 这两个概念在圣经里面的出处 对吧 安息日的话呢 那么当然 这个 出 这个出现的太多了 嗯 那么安息日是神的圣日 对吧 神创造六天 创造天地 第七日 安息 是吧 是一个最 这个圣洁的日子 那么 这个土耳阿圣经要求我们不要做工 啊 那么这是一个洁净的日子 最属灵的日子 等等等等 那么主日的话 那你说这个主日的源头是什么 那么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说这个主日当时中文的翻译 那么这个英文是怎么写的 那么英文的话呢 叫The Lord's Day 对吧 The Lord就是主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把它叫做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 那么主的话 它的西伯来文叫Adoin 那么这个单词 它的源头是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最圣洁的名字 所以说为了避免 这个将圣洁的名字 凡俗 凡俗化 那么拉比传统 每次在碰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把它叫Adoin 叫我的主 那么基督教 在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对吧 在旧约圣经里边 所有的西伯来文 耶和华 那么英文圣经 都把它翻译成叫Lord 主的意思 对吧 有了这个背景以后 什么叫主的日子 那主的日子 就是The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 对吧 所以说你说 主的日子 什么叫主的日子 叫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对吧 如果是西伯来文的话 叫Yong Adonai 那么这个概念 这个单词 在这个土耳里边 在圣经里边 是代表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末日的审判 是这个意思 对吧 审判的日子 那你说 今天好像我们这个主日 就好像根本就没有 每次我们说主日 都没有想到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对吧 那么今天的话呢 在基督教里边 基督徒里边 这个主日 每次提到主日 就成了星期日的代称了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传统的原因 The Lord's Day 主日 The Lord's Day 这个英文 在整本圣经里边 就出现了一个地方 启示录第一章 约翰被圣灵感动 对吧 在主的日子被提升 所以也是一个审判日 好 那么这就在源头的这个层面 主日代表审判日 那你说OK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 我们要谈星期日 OK 那么这是一个传统 人的传统 人的传统 把星期日称为主日 对吧 这个传统 这是没有圣经的依据的 你说OK 我不管圣经呢 我现在就是跟你讲传统 那么 有没有冲突 当然没有冲突 对吧 你星期日和安息日 有什么冲突 星期日你照样做工 对不对 这个你说我要聚会 怎么样 那你聚啊 你要聚也可以 你给你干 你爱干什么 干什么 对吧 你每天都可以聚会 对吧 但你说OK 那这个星期日 圣不圣节 那么当然没有 安息日圣节 对不对 如果你说圣节的程度 那当然 安息日比星期日圣节 你说啊 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干嘛不圣节 不错 你说OK 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是星期日 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 在星期日复活 从此以后 要将星期日 守为圣日 没有这个说法 对不对 圣经并没有给我们 这条诫命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人的传统 对吧 我个人感觉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因为神将安息日定为圣日 那么后来 分出了两大宗教 一个是基督教 一个是 这个伊斯兰教 那么 照理说 都应该将安息日 分为圣日 但是呢 因为人为的 形成了两个宗教 甚至三个宗教 把犹太教算进去 这个大家 这个宗教之间 就有了隔阂 有了隔阂 有这个人性的 弱点是什么呢 OK 如果我不能和你合一 我就要和你分别出来 对吧 你要做什么 我就偏不和你做什么 我偏要和你 这个 这个对着干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基督教说 OK 你这个 你这个犹太人 你给我安息日 那我就星期日 作为圣人 那么这个几百年以后 或者说一千多年以后 这个 这个 伊斯兰教也来了 他说 OK 这犹太人给我安息日 这个基督教 给我星期日 那我们怎么办 那只有从星期五了 所以说 这个周五就成了 这个伊斯兰教的圣人 对吧 所有这些都是人搞的东西 对吧 因为人不愿意谦卑 不愿意谦卑啊 对吧 说白了是一种自我 对吧 你说OK 犹太人认为 你们是神的选民 你有一个圣语 我们也是选民 我们也要有一个圣语 对吧 这都是一个 这个一个自我在作怪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约博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在什么问题上 没有形意 导致傻旦 任意 任意迫害他 神也不帮助他 大卫在撒姆尔记下面 24章花了九个月统计 以色列和犹太人口 如何得罪了神 《猎王记》中的 伯特利的老先知 为什么要哄神人 这个同夕吃饭 好 首先我们来看约博 当然你说按照纳比特传统 这个约博当年在埃及给法老做 做这个谋事 对吧 这个法老说要不要杀犹太人 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约博这个沉默 很沉默 对吧 所以说因为这个约博心里面在打 这个打算盘 对吧 这个东西这个这个 这个法老已经定义要杀以色列人了 那如果我给他建议不杀 那我就没饭碗 但如果我给他建议要杀 我又成了恶人 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打算盘 那是OK 我不能做恶人 但是呢 我要混饭吃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人的心态 绝大多数人的心态 一方面说OK 对吧 我不要做坏事情 我不要做恶 但是呢 在这个世界上 对吧 做艺人是有很大的这个代价和痛苦 所以说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叫约博心态 对吧 这是拉比的解经 刚才你说 这个拉比的解经的依据什么 其实也没有依据 就是这个传统 对吧 所以说你如果说我完全按照圣经 那么圣经并没有给出我们约博 犯了什么罪 但是其实你不用圣经 那么你用一个最简单的常识 这个常识 common sense 那么每个人都有罪 你再圣洁的人 都有亏欠的地方 对吧 所以说圣经没有一个义人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圣洁的人 你都可以给他鸡蛋里面挑骨头 找出他的问题 对不对 在邪恶的人 你都可以找到他生命当中好的地方 对吧 所以说约博相对其他人来说 他是个义人 估计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更属灵 更有义 但是并不意味着神不能够去给他一个理撒用 对不对 所以说就允许撒旦 对吧 去给他一个理撒用 经历苦难 那这个苦难其实也是好的 最后他的产业翻倍 对不对 你看最后他的产业翻倍 经历了苦难以后 神会给他大大的赏赐 第二个问题 这个大卫 为什么统计人口得罪了神 因为在托拉里边 神 不让以色列人 这个自己去数点人数 数点人数只有神说要数点人数 那么才能够数点 对不对 在这个圣经里边 这个出埃 这个民宿记里边 出现了两次数点人数 刚刚 这个出埃及第二年和四十年以后 对吧 做了两次 一般的这个领数是这样的 以色列人是神的珍宝 宝藏 如果数点人数的话 会激起撒旦的嫉妒 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打个比方 就好像你家里边 有很多钱 黄金 白银 珠宝 钻石 对不对 这个家里边装了 这个一盒子 一房 一个房间里边 都是黄金白银 宝藏啊 那你怎么做 你藏起来啊 对吧 你不要老是每天把那个门大打开 这个窗户打开 对吧 你家的邻居是一个这个这个强盗 对吧 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 你在他面前每天动不动就出来 就要数点一下你家里边的宝藏 对吧 啊 我的白银 啊 我的黄金 那你说别的那个你的邻居那个黑社会的黑老大会怎么想 会嫉妒啊 都能开个玩笑 他说我今天晚上就来打劫 全给你抢 一个道理 对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拉比说 OK 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宝贝啊 这个宝贝啊 你干嘛 这个数点人数啊 对不对 除非是不得已的神想知道你的人数了 数点一下 是不可以的 对吧 你这个大位你在这数点人数干嘛 对吧 你只要叫惹火上升 对吧 所以说要审判他 下面一个问题 对吧 其实并不是神 其实他并不是得罪了神 是他给了撒旦恶的眼睛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西伯来文叫阿因哈德拉 一个人要避免给他人饿的眼睛 对吧 也就是说你出去不要太招摇了 对对 你说我穿衣服穿得得体 你说我要穿一点高档的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太过了 对对 你说我这个我出门动不动 我叫炫耀自己 炫耀自己 那你炫耀自己的话 你是给自己叫惹祸 惹火上升 惹祸上升 对吧 这个别人看到你会嫉妒 那叫恶眼睛 那么这个恶眼睛被这个调动起来以后 这个撒旦在灵界就要控告你了 本来你这个人还可以 对不对 各方面功德还可以 你再可以的功德 这个撒旦要控告你了 你就招架不住 你想一想 你的功德有约伯高吗 但没有 对不对 约伯那么大的功德 这个他的这个儿女一天到晚在那饮酒作乐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叫招摇 对吧 就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好像按照我们今天中国话说 这个约伯的儿女叫富二代 对一天到晚就在外面 这个这个这个party 对不对 这个饮酒作乐 所以说这个约伯说 我这个我每天要给他们祷告 每天要献气 就在害怕这个得罪的神 约伯他清楚 对他儿女没有管好 说白了 对吧 就富二代怎么办 在他炫耀 那这就惹火上升了 这个撒旦就开始攻击了 一个道理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 对吧 我们每个人 说你没有功德 每个人都有功德 说你有亏欠 你还真的有亏欠 对 所以说这个做人应该 小心谨慎 对 在外面要小心谨慎 不要去在那个地方 这个这个炫耀自己 对吧 约伯的儿女在炫耀自己 这个大卫这个俗典人数 也是炫耀 开玩笑 你看我们 这个以色列这个金兵 这个这个百万金兵啊 对不对 OK 那你这样一炫耀怎么样 撒旦 就要攻击你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老先知要哄神人吃饭 因为这叫说白了 这个老先知也是神派去 为什么 很多时候神要考验我们 神给这个神人给了一条诫命 说OK 你去传达我的旨意 这个回家的路上 任何人叫你吃饭 你都不要吃饭 不要停留下来 OK 这个神说 没关系 我会做的 好 这个时候 这个老先知也是神派过去的 怎么样 神要誓言 要考验你 对不对 你说神还需要考验 神当然什么都知道 神当然知道 人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神人经不起考验 对不对 叫阴沟里边翻船 下面一个问题 静世不变是阴性 动世改变是阳性 中国古文化讲先天后天 人在出母胎以前属于先天呼吸 人都二脉打开 直接吸收天地间阴阳能量 阴阳平衡 不会衰老 人出生之后 任督二脉 闭合 用口鼻呼吸 属于后天呼吸 新陈代谢 会衰老死亡 这和你本周讲的关闭和上周讲的经络有关 好 这个叫发挥的 自由发挥 这叫自由发挥 下面一个问题 讲得真好 哈零路亚 主日是主再临的日子 安息日会有什么冲突 对啊 这个当然没有冲突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将来世界一周是几天呢 八天复活 会不会是一周八天 圣经里的老约翰是十二门徒约翰吗 好 那么你说这个将来世界一个星期几天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吧 你说OK 这个我提出一个方案 给神建议一下 这个以后一个星期八天吧 这个建议感觉也是可以的 对吧 不认为神会不会踩那堆就不知道了 下面一个问题 老约翰 十二门徒约翰吗 这个思绪约翰当然不是 对不对 思绪约翰当然不是 我不知道你这个老约翰是什么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犹太民族传统对猫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我倒没有这方面的 拉比的传统 对吧 但是呢 以前听这个拉比 这个Ginsberg 有一个分享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人 喜欢养宠物 但一般的说来 所有的宠物 一般人就养两种宠物 猫和狗 对不对 猫和狗 你说这个猫和狗有什么特点 你会发现 这个狗的话 比较憨厚 比较傻乎乎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狗 对于那是情感 对吧 相当有情感 这个狗很有感情 对不对 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的话呢 一般就没有脑袋 所以说这个狗的话呢 傻乎乎的 这个猫是反过来的 这个猫的话呢 比较奸诈 对吧 很聪明 猫很聪明 很阴险 对不对 所以很聪明 但是呢 这个猫就不怎么样重情感 对吧 所以说猫是属于理智诚的 对吧 所以这个狗是情感诚 猫是理智诚 那么这是对于人 对两个层面的一种需求 人需要狗的憨厚 忠诚 情感 也需要猫的智商 对吧 它的智力 那么这个拉比金斯伯克有意思 它是OK 如果我们研究数字 把猫的数字 加上狗的数字 等于496 正好是猫虎 王国的数字 那相当有意思 是吧 王国 猫虎 是吧 我们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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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 就猫虎 是什么 领受上面的情感和理智 对不对 理智诚的话呢 是智慧通达 情感诚的话呢 是下面的恩词道根基 对吧 所以说最后进入王国的 是理智诚和情感诚 是猫和狗的合一 对吧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 这个 要去养宠物的话 你最好又养狗 又养猫 猫狗 都养 那么你就既有智慧 又有情感 下面一个问题 很多解经说 Ruach 是圣灵 但是听你说 Ruach 是灵魂的情感诚 那圣灵 是不是Ruach 那么这个Ruach 就是灵的意思 圣灵的话呢 叫Ruach Hakodesh 对吧 后面有个Hakodesh Hakodesh是圣灵的意思 是圣 圣洁的灵 对吧 什么叫圣灵 圣洁的灵 Ruach Hakodesh 对吧 这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Ruach 是人的灵魂的第二层 而Ruach Hakodesh 那是圣灵 下面一个问题 按老师说 人其实只需要到安息日来临 就可以通过身体 直接进入永生 吃生命出的果子 然而 他们却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 从而死亡进入世界 照圣经记载的顺序 二人被逐出一点园 亚当夏娃才吃了禁果 然后有了孩子 这样是不是在说 在上帝原本计划里边 人是不需要生孩子的 即可吃生命果 永生 而生孩子 是为了克服死亡 但这样理解的话 又给上帝的命令 生养中的有矛盾 请解答 好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理解是错误的 按照拉比特传统 对吧 这个神造 这个创造天地的第六天 是相当的忙的 什么个忙 六点钟开始霍泥 七点钟有了这个大概的形状 八点钟又怎么样 那么好像是十二点钟 我说错了 我估计是六点钟开始去把这个泥土搬过来 怎么样 反正 在正午 中午以前 那么这个人 这个泥团就把他捏好了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变成有灵的活人 中午 中午 中午神把生气吹给他 吹进人的身体 那么亚当夏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对吧 所以亚当夏娃成为有灵的活人 是中午十二点 那么接下来 这个我都忘了是一点钟还是两点钟 对吧 反正有可能是一点 有可能是两点 拉比怎么说 两点钟 我们就说两点钟吧 两点钟 四条腿进入内室 三点钟 八条腿就出来了 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说两点钟 下午两点 亚当夏娃就同房 下午三点钟 两个儿子就生出来了 八条腿就走出来了 是这样说的 对 那么接下来才开始给我吃果汁 接下来才犯罪 接下来才被赶出去 这是拉比的传统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生小孩 是在一点园 就已经生了 犯罪以前就已经生了 对吧 这是一个版本 还有另外的版本 对吧 而且 这个你不能够去看圣经记载的顺序 这个 这个拉比的传统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圣经记载的顺序 并不是事情发生的顺序 对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矛盾是不存在的 下面一个问题 希伯来圣经说 人气疏 虎血气 上帝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 而有人认为 只有到了新约时代 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了气 人类才有了圣灵 上帝的灵 那么先前的人 至多是圣灵充满 而非圣灵内住 那么这个就是基督教 基督徒的这个自由发挥了 对吧 这是他的一种解经 这种解经不一定正确 上帝的灵和圣灵应该是同一位吧 任何时候人只要没有灵 就没有生命 圣灵充满与圣灵内在区别在 这个是基督徒的自由发挥 对不对 自由发挥 什么叫圣灵 对不对 就是圣灵 那么按照拉比的传统 这个圣灵充满 这个在第一次圣殿 是一个普遍现象 普遍现象 在第一次圣殿时代 每个人都是先知 就好像圣经里面说的 从老的到小的 每个人都是先知 对吧 但是呢就出现了问题 那么每个人都拜偶像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圣灵 充满人以后 那么人特别属灵以后 它最大的副作用 这个任何事情都有副作用的 它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拜偶像 对吧 比方说古代 古代人都拜偶像 为什么以色列人 在第一次圣殿期间拜偶像 对吧 而今天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 你都不会拜偶像的 对吧 今天如果你拜偶像 是不正常的人 今天的一个正常人 不会拜偶像的 不会每拿一个石头 这个木头 这个鑿的一个人像 这个藏在家里边 把门关上 在那个地方拜 你这样做的话 别人认为你有神经病 你说开玩笑 我们今天好像没有 拜偶像的欲望啊 干嘛圣经里面 老实说不要拜偶像 谁拜偶像 今天没有人拜偶像 对了 因为拜偶像 这种欲望在今天 几乎没有了 但在第一次圣殿的时候 是相当的强烈 对吧 比方说 在圣经里边 一个最有名的拜偶像的王 叫谁 叫马拉西 马拉西拜偶像 那么在这个塔木的里面 有这样一个记载 有一次有个拉比 在那 给他的学生讲 在那嘲笑 这个马拉西 他说啊 这个马拉西 这帮人都在那拜偶像 开玩笑 好 当天晚上睡觉 在梦里边 这个马拉西就像他出现了 马拉西说某某拉比 你干嘛嘲笑我 拉比说 你拜偶像啊你 对吧 但没文化 你才拜偶像 这个马拉西是OK 我给你提几个 土耳的问题 你给我解答吧 这个马拉西提了几个 土耳的问题 哇 这个拉比没法回答 而且这个问题 是相当的有深度 那么接下来 这个马拉西说 我来告诉你吧 把答案告诉他 哇 这个拉比佩服的 这个叫做 四体 叫叫什么 这个腐败在地 对吧 这个时候 这个拉比弱弱的问一声 就说 你那么厉害 对不对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你还干嘛 拜偶像啊 对吧 你那么厉害 你还拜偶像 这个马拉西怎么回答 他说 开玩笑 他说 我们那个时代 拜偶像 就说 如果你 生活在我们的那个时代 如果你生活在我们那个时代 你拜偶像的欲望 是提着你的裤子 跑去拜偶像 对吧 意思就是说 你太冲动了 这个裤子都没有穿好 提着裤子 跑去拜偶像 他说 至少我 拜偶像的时候 我衣服是穿得方方正正的 我是慢慢的过去拜的偶像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当时他们拜偶像的那种欲望 是没法控制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圣灵太强了 太强了 对吧 这是一个副作用 所以说后来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七个长老 在神面前去祷告说 这个把我们这个先知 说预言的这个能力给我们去 不是这个 他说 啊 求你让我们将我们拜偶像的欲望 去掉吧 神 神说很好 我可以帮他去掉 但从此以后 你就没有圣灵了 那么从此以后 也不会有先知了 对吧 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 律法和先知 到施洗约翰 就终止了 没有了 从那个时候 以后就没有欲望了 对吧 OK 这个 后来 这个第一次圣殿被毁以后 这个prophecy Nevu啊 就彻底的离开了 以色列人 下面一个问题 摩西在生命纪二十四章说 妻子行为不解 可以写修书 耶稣 马太福音十九章也说 除非妻子不争不能修 但是为什么 马可福音 耶稣又说 摩西因为人心刚硬 才给了离婚的戒命 凡修期的再去 就是通奸 上周不是说 也是被修了吗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学土 人家学活了 一个叫律法的字句 一个叫律法的经历 对不对 律法的字句 是律法允许你做的 但是允许你做的 你不一定要做 对吧 比方说修妻 那么摩西给了可以修妻的戒命 你可以修妻 你修妻不违背律法 但是你不一定一定要修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耶稣基督 一针见血 他说 你为什么要修妻 因为你的心太硬了 就这个意思 那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 你的心是软 还是硬 对吧 如果你的心很硬 你可以修妻 而且你修妻 也是符合律法的 符合妥妻的 没有人可以指责你 但你的良心会指责你 对吧 所以说这个拉比在塔摩多里边说 他说一个人如果修掉了他的 阶法的妻子 连圣殿里边的祭坛 也会哭泣 就这个意思 你可以修 但是说明你的心太硬 对吧 说明你停留在律法的字句 你没有到律法的经历 对吧 那你说OK 神也把施贴娜修 神当然可以修施贴娜 对不对 神修施贴娜 是因为他对他的儿女的爱 这两个概念 你修你的妻子是因为爱吗 对不对 两个概念 所以说这叫律法的字句 很律法的经历 下面一个问题 尽力去做 到尽心尽力爱神 是否行出全部戒命 这个看你怎么样去理解 对吧 比方说 这个拉比说 如果你行出了戈灵 就算作你行出了所有的戒命 对啊 那都对的 那请问 你是不是行出戈灵以后 就不用行其他的戒命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道理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因为信 就算作 他的义 对啊 这对的 这句话没问题 但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亚伯拉罕 信神以后 就不用去行出 其他的戒命 当然不是 同样的道理 律法的总结 就是爱 对的 这句话没问题 对不对 律法的总结就是爱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爱人如己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你不用行出其他等律法了 当然不是 对不对 这个你又 这个要沦落到了 律法的自觉 你没有吃透 没有吃透 下面一个问题 从施洗约翰 谈到旷野 想到 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 如何理解旷野 耶稣 问道出旷野 要看什么 要看什么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倒没有什么联系 两个概念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盐 在圣经里边 是什么概念 这个以前我给大家分享过了 对不对 专门有一篇文章分享过了 这个罗德的妻子 变成盐柱 因为他不愿分一袋盐给灵神 这是拉比的一种解释 这是拉比 拉比的一种解经 具体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拉比说 OK 这个罗德的妻子变成盐柱 对吧 按照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凉器还凉器 对吧 那肯定他做了什么事情 和盐有关系 对不对 那你说他在这个索多玛里边 他一个家庭主妇 他能够做什么和盐有关系的 除非就是他的邻居 向他接点盐巴 对不对 他连盐巴也不给 也太吝啬了 所以说这个凉器 这个还凉器 那么把它变成了这个盐柱 那么这是一个拉比的一种解释 对不对 在这个层面是对的 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当然不是 对不对 这个学习妥华叫 螺旋式的上升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个妥华是这个不断学习 不断有亮光的 对不对 要不然这个将来世界 那是永生 对不对 这个将来世界永生 你要不断的上升 你以为这个妥华的知识 就那么一点点 那没有止境的 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这个领受 不断的分享 对不对 那么这个颜的话呢 我记得我们曾经分享过 但是我忘了 我当时怎么样分享的 我觉得当时分享 还是有道理 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妥华 很多时候要忘掉 对吧 就说明还没有写在心上 对吧 如果写在心上 就不会忘掉了 对不对 疑问就给你答出来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给你 疑问就答出来 只不过呢 一半的说来 这个颜 这个为什么 这个马太福音里边 把盐和光放在一起 它还是有道理 光要大大的给出 盐不能够大大的给出 因为一个汤 这个盐给多了以后 就咸了不能吃 盐要失量 对吧 意思就是说 如果做盐做光 做光做盐 什么意思 做光 你是一个领袖 别人都跟随你 你是黑暗中的一道光 对不对 你是一个领袖 你是一个主体 那盐呢 你是一碗汤里边的一块盐巴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一个次要的地位 人喝汤 不是吃盐 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你不能够宣兵夺主 别人是要喝汤 这个汤 不然没有盐 但是呢 也不能够把盐放得太多了 你要知道自己的本位 对吧 所以说什么叫做光 你要做主宰 什么叫做盐 你要帮助他人做光 你要让他人也发光 那叫做盐 下面一个问题 盐也有洁净的概念 对的 马太福音用盐 能否盐也是戒命 正面的负命 怎么这个的话 我们现在还 你现在还不能够再发挥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给你发挥了 做光做盐 这个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 下面一个问题 将来世界 是不是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将来世界天使 是不是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为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 那不一定啊 这个使者是侍奉人的 所以说在将来世界 这个天使 他要侍奉人 是侍奉人的 对不对 比方说在唐木德里边 这个拉比在唐木德里边在讲 他说为什么神要造撒旦 或者说神要造蛇 对在伊典元里边 这个用最通俗的语言 唐木德里边这样写的 他说 这个亚当在伊典元里边的垃圾 这是蛇区可以倒垃圾 这是他的工作 把这个garbage 这个垃圾把它倒了 还有一个地方说 这个亚当在伊典元里边塞太阳 乃洋洋的塞太阳 吃烤肉 谁给烤 蛇帮他烤 吃烤肉啊 对吧 当然这是一个白话 这个拉比的原话 倒不是这样的 大概意思是这样 意思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神造蛇 是为了侍奉人 是人的仆人 对吧 人在伊典元里边是主人 那么主人 是要有仆人的 对不对 这个如果你是主人的话 家里边很多事情 你是不用做的 需要仆人来跟你服务 对吧 所以说 这个神造了蛇 来侍奉亚当的 对不对 比方说亚当在 懒洋洋的塞太阳 这个蛇帮他烤肉 这个是挺好的 吃完了以后 这个垃圾怎么办 蛇把他倒了 这是塔摩德里边这样写 对吧 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字面意思 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蛇也好 撒旦也好 天使也好 所有这些死者 都叫死者 他的真正的目的 是侍奉人 侍奉人的 这个意思 所以说将来世界 是需要天使 需要天使 下面一个问题 唐老师 中国很多基督徒 现在正在去某一个地方 说是到旷野 躲避 敌基督 说已经到末世了 爱人孩子家人也不管了 说是神带领的 都是参考启示录 这节经文 那么这个是有点 这叫有点走火入魔了 说白了 对不对 走火入魔了 对吧 这个叫不学习Torah的话 这也是一种 很悲惨的一种局面 没有知识 没有知识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 对了 这个真的和十年前 分享不同层次 这个就是一个提升 这个学习是一个提升的过程 唐老师讲的是传统教会 还没有讲过 没有讲到的真理 我刚刚听的时候 也是听不明白 多听几遍就懂了 十年前干货满满 十年后水分太多 充斥各种碎片 越来越模糊 这是另外一种评论 另外一个视角 下面一个回复 因为你的思维 生命还停留在十年前 没有提升 所以更高的知识 你听不懂 多从自身找问题 不要遇到问题 就归罪于他人 这是一个基本素质 这个回答也是挺好的 好 我们的脑系统需要升级 就要格式化 以及人的遗传 所以说我们听众水平 一个比一个高 那你错了 是分享的内容 已经没有当初的水准 你以为现在分享的很好 其实很扎了 那么这是一个 持不同意见的人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如果现在分享很扎了 那你干嘛这么十年来 一直在听 对吧 这也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 一个留言 好 下面一个问题 不是说今世是身体靠灵魂而活 永世 这是灵魂靠身体而活吗 可是今天的结论是将来生命是靠今天的身体实现 那么这个不矛盾 对吧 这个不矛盾 就是说你将来世界的生命光是通过现在你今天的身体来实现 这是对的 没错 那么当你进入将来世界以后 你的身体会被改变 你的身体会成为属灵的身体 对不对 那么在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生命会高于灵魂 对吧 所以说将来世界 那么这个身体要提供养分给灵魂 对吧 这是不矛盾 下面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讲的不行 你听什么 赶紧走 对吧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老师请为我的疼痛祷告 求神医治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祈求我们的天父 这个借助这个安息日的医治的光 能够医治我们这位弟兄的疼痛 也求神医治的光 安息日医治的光 能够医治我们以色列渔民里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得到医治 奉靠耶稣阿哈玛西亚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下面一个问题 你又错了 听出分享的不好代表真的听懂了 如果你以为指出不足是论断 那你的心恐怕已经狭窄了 谁敢给你提借呢 你认为好就一定好吗 我指出分享的不好 那也未必是真的不好 你不必纠结 或许你认为好是对的 我认为不好是错的 又何妨 那么这个仍然在这个地方不同的观点 下面 现在很多基督徒对将来世界的理解和思考太少 找不到关联性 就只是认为将来世界得了一张天堂的门票 以至于活不出所信的 很多人只想烟气纳克再信 在生活的大三下 今生没有活的动力和意义 无法把圣经和自己的生活有效的结合起来 甚至觉得读圣经都是浪费时间 更不用讲昼夜思想 所以太需要今天的课了 好 那么下面还有下面一个问题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添加马皮 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 为要加添他的马皮 因耶和华曾吩咐他们说不可回纳路去 这段经文里边不可为自己添加马皮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其实简单成意思就是不要去添加马皮 就简单字面成 后来守了门添加了很多马皮 埃及的马皮 后来犯罪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到这里结束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散会的道 如果下一位哈里巴巴巴巴 nous貢 又中文静